還記得嗎 這是八月份在基隆外木山 大五輪沙灘是發生了一日三死的意外 當時讓各界呢 是非常注重細水安全 只是沒想到最近又傳出來了 在這裡是有遊客呢 越過了警戒線玩水玩力獎 我們對此呢 市政府也回應了會調閱監視器畫面 來追查兩個人的身份進行開發 基隆外木山大五輪沙灘 八月發生一日三死的事件後 基隆市府重新設置警戒線 救生小艇等相關機制 不過近日卻傳出遊客 又頻頻超越警戒線玩水 呼籲大家如果我們的警戒線 在重新開放後 警戒線還是要遵守 要不然依照觀光發展條例 我們一定會依法勸導不准 勸導不阻止的話 我們一定會依法來執法 而早在事發後 謝國良就已經正中性告 沒想到時隔三個月 又有兩位民眾 分別揍著兩艘歷史滑槳 在警戒線外的海域玩水 至少十多分鐘 現場都沒有人制止 遊客顯然完全無視安全禁令 對此事服產罰處處長 林鼎超表示會調閱監視器 追查月縣的兩人身份進行開罰 因為根據民眾拍下的畫面顯示 已經明顯違反規定 月縣可處新台幣 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還 還請民眾要多加留意 接著綜合報道